法定人數不足 多謝主席 各位政府官員 各位同志 維歸後博彩月發展一枝獨秀 壟斷了本土的經濟 而澳門亦已經超過拉斯維加斯 成為第一島嶼 在世界上的黑黑有名 但可惜的是本人的議員辦事處 最近的訴訟收到了越來越多澳門市民的投訴 指出現時在澳門的賭場內 進行播出活動存在很大的風險 原因是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香港自己投閉後而中漲 公消局都一定會排載的 而反而用各種不同的手段 就如拖延的時間和各種其它的理由 就是土價還價以減低所派發的採金 根據官方的數字統計 2012年至2012年5月22日期間 賭場各自機故障 而引起賠償的個案共有133宗 平均一個月有5宗的故障 而要作出賠償 程度頗為頻密 而在公眾個案當中 卻有3宗透過監察局處理協助解決 博彩業作為獨大的行業 應付上更多社會的責任 更有責任 確保公平公正等核心的價值得以實行 而不是輸打贏要 在中獎後不作排除 這種行為實在有損澳門在國際上的聲譽 而制度博彩業作為澳門的龍頭 產業一定有任何的風吹草動 都會對澳門的經濟造成重大的影響 因此特區的政府必須確保博彩業的健康發展 另外賭廳的數目正在不斷增加 由於賭廳吸納資金的適合遠高於銀行的不少本路的高民 投資賭廳作為回報的工具 由於基於此 我就是質詢以下的了 一博彩業作為本路的龍頭產業 支撐著特區政府的經濟的命脈 對本路的國際上的聲譽和地位的尤其是重要的 因此為了維護本路的國際上浪好的形象 特區的政府有何措施 確保博彩的機器良好的運作 並東促就是博企履行社會的責任 政府會不會這樣做呢 避免這個輸打贏要呢 博彩監察協調局 會否公佈及交代 2012年至今每個國自己發生故障的報告 和原因並會否要求博彩對故障的事件 是負責任和進行檢討的 現時由於法律的缺少 不少澳門的市民投資在賭廳內的資金 毫無保障的 為避免攜款潛逃的情況再次發生 特區政府何時才能正式規範該行業 確保行業的健康的發展會員 現時相關的博彩法 主席 各位議員 關於這份的後頭質詢 我們的回覆是如下的 第一點 澳門特區政府確保博彩機運作良好 現時澳門特區博彩機數量 共有13,232台 但是2012年曾經是達到16,585台 要注意的一點是 現在的博彩機和傳統國子機是截然不同的 從前的機械組件 我現在補充一下不好意思 或者我會用一些英文的用語 因為通常我們在這個範疇 在博彩國子機的範疇裏面 可能不可以字面這樣翻譯 所以用一些英文的字句 我繼續講下去 從前的機械組件 現在是由電子博彩程式 隨機數產生器 複雜的軟件系統 確認貨幣儀器 無現金售票系統 即Ditto系統 先進的打印機 涉及投注採獎 票券積分等的數據紀錄程式 尤其包括備分 以及審計和測試程式 好像可以安全地重現博彩者 於博彩機作出的每一個動作的 last game replay 等所取代 構思和生產這些新型的博彩機 所著重的是日益高效實用的軟件程式和系統 但是這些軟件程式和系統 由不同的企業構思和發展 所以都不一定能夠完美地連接 好像是大獎系統就是這樣 為了避免程式之間的這種不佳的連接 影響到博彩的展開 政府透過博彩監察協調局 就只是許可由事先被認定 具備適當資格的製造商製造的博彩機的經營 未經信譽獲公認的國際專業驗證研究所 和GLI或者BMM 後者就和澳門理工學院是夥伴關係的 那麼未經他們測試和驗證的博彩機型號 或者雙連系統就不獲政府核准的 但是即使有這些審訊的法律規定 一旦有時都會發生一些輕微的異常情況的 若接博彩機總數是0.5% 但是系統會是不影響博彩機的正常運作 和博彩的公正性之下復原的 博彩機真正發生瑕疵運作的情況很罕見的 雖然媒體指情況說普遍的 而且第26邪撇2012號行政法規第20條 及第21條對這個情況是有清晰的規範的 第二點 如何確保娛樂場內的公正無私 和避免拒發獎金的情況呢 有哪要交代政府作為博彩經營權的批給實體呢 在博彩不同中政府並非合同一方的 這個事情我需要去交代的 博彩合同是由博彩者與成筆公司之間定立 且受文法典第1171條規範 博彩合同以概率技術和規範性的規定為基礎 一經政府合准 不得單方面由成批公司 或者經雙方同意而修改 換言之呢 政府是不能夠要求成批公司支付不符合上述規定 而贏得的獎金 而成批公司也都不能夠拒絕支付合法贏得的獎金 概括來說 是否承認某人有獲法獎金的權利 只能夠以預先獲政府核准的博彩執行技術規則 或者以博彩經營的法律法規規定為依據 而博彩監察協調局 和在娛樂場當席的每一名督察 應該推動有關規定的嚴格執行 第26邪撇2012號行政法規第20條第四款規定 被拒絕支付裁長或者博彩基的積分的博彩者 可以向博彩監察協調局提出審查 成批公司的決定的申請 以便對該決定作出確認 又或者要求成批公司 按照博彩監察協調局的建議收過有關決定 而就博彩監察協調局作出決定 可向經濟財政司司長提起訴願 第三點就是博彩基故障 博彩基的故障可以納入第26邪撇2012號行政法規 第20條第一款的框架 這個條文規定是有理由懷疑博彩基運作有瑕疵 或者不符合它的設計編程或者改裝規定 整批公司應該拒絕支付與該等博彩基有關的採長 或者積分的 實際上這個是採用關於經營博彩基 現代化監管方式的管轄區 好像新加坡和澳洲所採納的規範性方案 就按特區來說 標題為連帶責任的上述行政法規第21條 還規定成批公司和博彩基製造商 需要因博彩基的瑕疵運作而導致博彩者 或者政府蒙受任何損失是負連帶責任的 這項賠償的特定義務屬於有利於博彩者的革新規定 是基於新領獎金可導致博彩者必須於獲取的時限後 繼續停留於本屋或者必須在非預期的情況下 再次前來本屋等的情況而加設的 但是有關法規規定定未定義何謂瑕疵運作 或者運作上的瑕疵 文法典規定 如果機器屬於為某特定用途而製造 且瑕疵使機器不合於或不適宜於其原定的用途 則具法律意義 這個文法典第905條和第1148條規定 這個意味著偶爾發生 且博彩基系統可以自行復原的異常情況 不能夠視為運作上的瑕疵 因為譬如說 好像一些jackpot的一些偶然的情況 有瞬間記憶不足 或者博彩基的powering 導致累進大長在顯示圖像時出現的異常情況 就是這個很好的例子 發生這些情況的時候 博彩基自行是保留或者復原 可以讓博彩繼續進行適當地賠償的一切數據 大長是由在critical memory 建立和儲存的一個 或者多個隨機號碼而形成的 完成這個步驟之後 相當於某個等級的大長的圖像組合 matching simple 系統 就會在屏幕上將它呈現的 換言之 某一等級的累進大長於呈現圖像時出現異常情況 並非必定屬於博彩基或者大長系統運作上的瑕疵 第四點 發佈於2012年至2014年5月22日期間 每台發生故障的博彩基的報告和故障原因 正如高天賜議員所指 2012年至2014年5月22日期間 博彩監察協調局得知 博彩基發生故障的事件共有133宗 但被要求介入解決的只有3宗 這是由於另外的130宗不涉及賠償 或者純粹是屬於技術上的輕離異常或者錯誤情況 例如指張卡住、T圖券、專用指張缺貨、印刷缺陷、 即分紀錄不正常等等 因而是無需博彩監察協調局介入以下獲得解決 另一方面我們認為發佈於博彩監察協調局 正式提出的投訴的相關報告 可被認為屬意圖違反第八協筆2005日法律所保障的個人資料保護 況且它所涉及的並非按行政程序發展員展開的行政程序 而是以違反成筆公司與博彩者之間定定的私立合同為依據而提出的投訴 第五點呢 法律漏洞 讓居民投資博彩廳沒有保障 博彩廳以支付高於銀行業利息承諾收集資金或者提供存款服務 屬於未經特別許可從事有關活動 亦即是屬於違法行為 這種在銀行體系的邊緣提供的高回報率率存款方案 除了不應該獲得法律保護外 亦都至少構成一項棄詐罪 而調查和壓制這類罪行屬於司法警察局和檢察院的職權範圍 第六點 完全統一博彩法 少於兩年前博彩法即是第16齊撇2001號法律 經由第10齊撇2012號法律修訂和完善的 這個法律確須在某些方面作出規範性的修訂和完善的 好像說批級的數目和延續 又或者是轉批級作出更清晰的規定等 正如經濟財政司司長公開宣布過 政府是有意於未來開始進行有關的修訂 或者是完善工作的 這個是我們的回覆 高天使議員 謝謝主席 局長如果你可以給個盤文版 因為我中文版的 我沒有盤文版在 講回問題就是 首先 為何需要用這麽長時間來決定一些簡單的事呢 因為如果是懷機就是懷機 如果是個別的停頓就是個別的停頓 如果每一次懷機都要等一個國際性的顧問公司來去定定是否懷機 這個非常之不尋常 亦都是我們身為一個全世界最大的賭場都是澳門 和我們稅收這麽多 沒有理由要拖這麽長時間來決定一些事的 這個是非常之不尋常的 因為要快速應變 其次就是 沒有理由要人等幾個小時都沒有官員出來 要將近打999 才有公司的負責人出來問什麽事 如果你叫官員這件事就會複雜性 這些句句都是真實的 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認真看這件事 不可以這麽隨隨便便 其次就是我們應該有一個發言室 是研究那些國字機 不能夠以第三者其他公司 怎麽說中立都好呢 我都不會相信 我們應該特區政府是有錢 是去設立一個所謂的發言室 你發言的國字機的 其實官至兩個口無得說的 我進去入了錢 你說所謂壞了機 或者國別停頓 或者沒有電 我都要聽你講的了 即是有什麽保障呢 其實特區政府應該有責任 維護那個聲譽 我們的博彩 我們的賭成 被人傳出去 說你澳門賭錢 原來是沒有保障的 原來入了錢是沒有保障的 因為隨時找幾個藉口 全部都技術性 一個星斗的市民 入個銀仔下去 他怎麽知道這麽多用東西可以的 他只知道入了中了停了 跟著要等三個多小時都沒有人理他 那麽這些不行的 你明白嗎 聲譽來的 你不單止那個公司的聲譽 特區的聲譽都很緊要的 你想想全開去 入到國內 然後澳門不陪的 那麽就去別處島 這些不能夠這樣做的 我覺得非常之失望這樣的處理法 如果我們不是今時今日 做個口頭失詩 我告訴你 你們都不會回覆 即是爲什麽拖這麽長時間 爲什麽要討價還價 爲什麽去街市買菠菜 是有得討價還價的 爲什麽會這樣 爲什麽你會設的機會 和公司去談判呢 這些全部的問題 我還有很多問題 因爲時間的問題 我是沒有辦法講這麽多東西的 多謝主席 請政府官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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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所講的 政府有什麽必要 擁有它自己本身的發言所 我想強調的 大部份的國家 尤其是澳洲的 也就是去了Crelinseland 才有它自己的發言所 但是它的支援 彠儆將它關閉 因爲沒有一個合理理由 來保持 所以它們都會返回 我們現時所採用的方法 所以所有的生物 這些發言所已經 已經是陸續地來可以關閉的 因為一些國際性的GI和BLM 它是值得信賴的 有信譽的 這些是主要有知名度的國際知名所來的 所以我們也沒有質疑他們的信譽 他們的質素 或者我交由弗洛倫當然要跟進這件事情來作補充 多謝 多謝 主席 各位議員 我相信高天智議員應該想指的 雖然你沒有明確地指出 但或者你想指的 就是最近一個個案 有一個博彩者 他在一個星期裏面 出現了兩次的事件 jackpot的事件 涉嫌拒絕支付獎金給他 他用同一部機 用那個發發發的遊戲 玩那個遊戲 就出了意外 余樂祥認為他應該是那個機器故障了 所以建議他離場 最終他都向我們投訴的 就認為是被驅逐出場這樣 關於這個個案 實際上我們分析了 不單止從這個報告 因為整批公司向我們提交了有關事的報告 除了這些報告之外 我們自己的督察都有做這些報告 另外關於那個牆的管理者都有提供報告 也都有一些技術報告 我們通常都會要求在這些情況上提供的 那這些證言廣場所說的 譬如國際的發驗所 那些是有信譽的 很可靠的 可以說是最穩陣的了 這些發驗所來提供這些報告的 也都理工學院那裡都有合作的 所以可以說都是一個好像本地的一個報告 另外一個就是GRI 這個是大家比較認識的 國際性一點的 當然需要在那個具體的個案裡面 當講到有個機器故障的話 需要聽取專家意見 因為這些機器是很複雜的 它本身那個技術的演進程度是非常之快的 我們這些惡行外人是不清楚的 不能夠知道究竟它是不是真的有故障 譬如是否真的出了Jet Pod 還是沒有的 還是Jet Pod 應該是大Jet Pod 還是小Jet Pod 我們是評估不到的 因為那些金牌是完全沒有比較的 所以我們要求了這些相關的報告 要求提供相關的報告 實際上也是適時提供了給我們的 我們都很詳盡地分析了所有這兩份報告 我們達至結論就是事實上那些報告是做得很好的 他們所說的也都相當之符合我們關於機器裏面的一些的認知 根據這些的證據我們作出一個決定 我們沒有理由去懷疑這個報告的內容 因為我相信它本身是最好的證據 技術上是最好的證據 甚至可以說在經驗方面 這兩份報告我們都可以順賴的 否則的話 其他這個發言所沒有一樣的可信程度 跟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梁榮仔議員 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兩位官員 根據了官方的各自機中獎之後故障的數字 引發到這個賭場和市民私下討價還價這個採金的事件 我覺得這件事就給一個外奸 有些遊客來賭錢 覺得這種真是賭錢叫做十賭狗騙的感覺 而令到澳門的博彩業相當的蒙羞 因為機械故障不關那個入錢外的事的 如果你入錢之前 你說機械故障繼續入錢就是他的事 他入錢之前你沒有告訴你機械故障的 所以令到澳門政府有個別的部門 有不負責任的形象 而我們凡事處有收到市民投訴 有關於國子機中獎之後的機械故障的問題 事件發生 是要市民主動去聯絡這個博監處的 而不是這個賭場主動去聯絡你們的 而賭場和那些市民去對這個採金 討價還價的時候是在博監處裏面做的 我想問問博監處局長 當賭場和市民討價還價的時候 你們博監處有沒有職員在場的呢 知不知道他們討價還價是在講多少錢的呢 有沒有在協調他們呢 我想知道一下這個問題 多謝 唐曉晴議員 謝謝主席 因為這個博彩業是我們澳門一個很重要的產業 我看了貴局這個回覆 有少少問題想問一下局長 因為在回覆高議員質詢那個文件裏面 就寫明說是按這個第26、2012號行政法規 還有第21條去處理的 20條和第21條去處理的 如果按照那兩條的話 其實那個處理都不是這麼簡單的事來的 因為它除了21條說是賠不賠錢之外 還涉及要是否要終止那個有關的博彩機的經營 要直到那個瑕疵被排除為止 也都有可以查一下編程有沒有按設計 那麼這些實在貴局這些是有沒有一個行償的措施 可以很容易就查到呢 這些我想知道一知道 那麼另外呢 就第21條說到那個連帶責任呢 那麼假設真的停了的話 那麼那個損失呢 其實怎樣計算呢 那個損失呢 因為這個損失呢可以涉及很多方面的 譬如他那個如果真的停了那個機的話 那麼除了他的公司賺不到錢之外 其實那個稅收都有損失 這個可不可以算是損失呢 那麼這個怎樣計算呢 這個或者現在有沒有可能是有這些停機啊 或者是禁止他停機的情況有些什麼標準啊 那麼就從一件看起來簡單的事 其實我覺得這裡應該有很多這個 一個要整個啊 這個機制有個思考的空間 請 singing 給我 concise rabia 例如有什麼資訊它 柯 近松議員 或者是寫 作 troubles effectivement arel Angel 還有一些 這樣的話 什麼条例如なく 就是 pullsーデkie 博彩機是出現了瑕疵 或者跟編程不一不符合的時候 博彩公司的確可以不賠錢 甚至是不應該不可以賠錢 如果按照這個法案 但問題出現了 如果這部機是博彩的賭徒 帶進去賭公司賭的話 發覺這部機有問題 博彩公司不賠錢是正常的 但現在這個賭具是博彩公司提供的 你博彩公司提供時 博彩公司有責任維持這個賭具 是正常運作的 但現在原來它不正常運作 就不用賠錢 即是說如果賭徒輸錢 你就不會說它有問題 你全部收掉 但是贏錢的時候 你就會說它有瑕疵 不用賠 這個道理是不通的 因為你作為博彩公司 這個是資訊不對稱的 作為一個賭徒 就來玩這個博彩機的時候 我怎能有能力判斷這個機 它是否有瑕疵 這個機是否符合編程 不可能的 完全有資訊不對稱 而這個是鼓勵 博彩公司用壞機 因為用壞機來贏硬它的 用好機可能要賠錢 這樣的法律這樣的制定 是很有問題的 這條法律這樣的寫法 是很有問題的 你有沒有檢討的必要呢 你有沒有一個 如果你有一個理由 懷疑是它存在不符合設計 或者編程 改裝規定的時候 那整批公司就是 可以不賠錢 但是它贏了錢 是否可以拿出來呢 如果發覺的時候 這個很明顯 就是資訊又不對稱 又公平度又不對 我們是否應該有這樣的法律制度呢 但是雖然你又列出來 說新加坡和澳洲 都採用了這個規範性的方案 差不多的東西 但是全世界有很多博彩的地區 你舉了這兩個例子 但這個例子 我不能單獨看這兩條條文 可能它還有很多其他配套的支援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這個配套支援的時候 這個就是完全是一個不公平的賭博來的 所以剛才梁榮仔議員說 十賭九片呢 竟然我們今時今日 在現代化最大的一個賭城裏面 都是十賭九片的時候 這樣的形象怎麼可以接受呢 是不是需要修訂呢 這個條文 法帥權議員 各位主席 大家講過機器那個調教 這個問題 公平公正的問題 我也有少許東西想請教局長 即是呢 好像我們的測量儀器 其實有規定 去哪間公司 即是國際認可的公司去調教的 多久要調教一次 然後呢 它會貼一張 label 在你的機器那裏 就說 幾時幾月調教過 那就保證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呢 我們如果打樁視力那些 那些標 一樣它還有一條封條封住 簽名 即是不讓你自己 整股造怪的調步機的 然後才讓你去試裝試力 那麼當那張封條 撕了 即是壞了 那你那個試裝就無效的 但是我想 即是了解一下 如果那些老虎機 究竟 多久調教一次 調教完之後 有沒有貼一條封條 在那裏 或者是否需要貼一個標籤 就說明 這部機 已經幾時幾日 由哪間公司調教過 是沒有問題 那麼 為什麼有個標籤在那裏呢 就是說 第一 就給一些賭客 公平公正的 看這部機 剛剛調教過的 沒有問題 或者已經調教了多久了 你自己也想過了 隨時可能有灰色地帶 可能是壞機的 那也都 當出現問題的時候 你說 昨天 或者上個月調教了 而出現壞機的呢 那可以找回那間 國際認可的公司 為你權不權威的呢 為什麼 這個調教完之後 有問題呢 我不知道 老虎機會不會是這樣 但是工程界的 測量儀器 一般都會是這樣 找國際認可權威公司之餘呢 他還要背書 我整個了 當人有責任要追究的時候 他會找到的原因 還有最重要 告訴大家 誰用這個儀器呢 是何時調教過 差不多到日子 你自己想自己了 會不會這樣呢 我不明白 想了解一下 麻煩 請局長回應 多謝主席 關於第一個問題 剛才梁榮子議員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我們當時是不是在場呢 就是他們在這裏 初商 我會這樣說 大家的客人 和食品公司之間 在這裏 談 我們不是在場的 他們的商談 或者大家上司達支協議 就是關於那個獎金方面 通常是應該由那個博彩者 向我們申請 我們才會參與的 那現在我們會有我們的設施提供 來到去嘗試 讓他們可以達成協議的 那譬如說到那三個個案 那三個個案 根據我們的資料所得 所知 是沒有支付到這個獎金的 亦都是有 那個投訴人有申請的 有提出申請的 那我們就提供了我們的設施給他們 令到他們可以 跟那個公司之間去談 我們不會參與其中 在這個程序裏面 我們不會參與的 關於歐錦辛議員提出的 關於這些故障 機器故障的問題 現今 正如剛才說過 現在的機器真的很先進 那 某個時刻看到他是故障 那 如果他故障是 在那個博彩者 已經入了 銀了 錢幣或者積婚之後 那 他是會反反給他的 就是如果是出現了狀況 關於你說那些機器的認證 或者是 麥縮權宣提出的這個問題 所有那些機器 你們在場景都有 由這些獨立的研究所是認證過的 也都有封條的 這個是一個 我們那個法規裏面的要求 也是政府的規則 而關於 唐耀錦議員的問題 或者交給我同事去回應 關於文法點的問題 是不是 什麼 連帶責任的問題 是不是 損害怎樣計算的問題 首先 我想說的 這個第21條的規定 是我們的法律裏面 一個新的規定 當時 也都已經是解 我們最初的解釋的時候 一個回答的時候 已經是解釋過的 這個 是涉及到一個特定的情況 有一些博彩的人士 通常來到澳門 他們博彩的時候 會出現某一種的情況 當中的情況 也都可能是包括了 如果最終我們得出的結論 就是說 譬如中了獎 但是原來是壞機 而導致的話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或者 導致到某些人士 全家人都要留在澳門一等 解決這個問題 也都因此我們設立了 這個第20條規定 如果這樣發生 這樣的情況之下 怎樣去賠償有關的博彩人士 譬如說一個人 他經於這樣的情況 譬如說他又是內地來的 他就要從內地再回來澳門 再解決這個問題 文化田也都有規定的 有一個章節 就是計算是賠償的 金額的 那為什麼應該 如果是涉及到賠償的時候 如果是造成選項的話 那個賠償應該是怎樣計算的 這一個就是賠償的義務 通常來說就是 如果這些賠償 是可以賠償的話 也都是需要有證據的 透過一些文件來證明的 而且真的是蒙受了損失才行的 也都是包括一些 但是精神上的損失 就不包括在內的 講到這個連帶責任的時候 當然也都是可以 開始一個討論的 就這個課題的 雙數各位也都知道了 即使在英理法系的法律來說 也都有一個像精神式的賠償 對於我們的法律來講 就是精神上的賠償 不是像精神式的 但是一定要證明到 你真是有這個精神上的損失 要透過 一般來講 法院的判斷之後 審判之後 作出一個決定的 看一下精神上 心理上是否真的受到這個損害 而得到相關的賠償 當然我們有很清晰的規定 也都是有很多的司法的見解 到底怎樣去計算呢 就是損失的或者損害的 此外我還想再講多一點 關於這些機器的slip machine 各自機的維修保養 我們也是有規章去訂定 第16條的第三項 是有所規定的 為了使一個機器 它是符合資格的話 製造商需要向特區提交 尤其是交給我們的局 一系列的就是它的技術員 是合格的技術員 是負責這個程式的程序 這個維修 保養等等 它全部的技術員的名稱 都要列出來的 要提交給特區的 提交給我們的局 如果它沒有相關的技術員 是有具備相關的專業的知識的話 這些機器的檢查就不是合格的 此外 第18條 就講到技師那方面 也都是有相關的規定的 到底這些技師要怎樣 如果要進行檢查的時候 他們需要怎樣 就是需要說 要自私講出自己的身份 除了也都要證明 它自己的專業知識的水平等等 全部都要透過一些可見的證據 就是文件 來證明的 而這些技術 這些技師 他們是有 是負信譽的 如果他們是沒有相關的技術的知識的話 有可能他做這個檢測的時候 有可能會損害到這個機器的 我想再補充 我要補充 我們所存在的規章 是跟這些賭國的規章 幾乎是近似的 我所說的這個負責任 它只不過是為了保護賭注者而設的 其他有沒有補充 沒有了是吧 好 多謝兩位官員出席我們今天的會議